市主委 市主委 委員長 主委早安 主委 剛剛啊 在聽到你 上台的這個回答裡面 看起來你也是一個 這個PTT的鄉民 是不是 最近比較少去 比較少 哎呀 這個剛剛我才覺得 正要揭發你這個假鄉民 沒想到你就說最近比較少 真的很少去 主委 最近的這個鄉民 有關剛剛葉宜津委員問到的便當事件 也就是說 呃 這個女生現在已經出來道歉說 這個訊息是假的 是杜撰的 主委 PTT的鄉民啊 在八卦版上面 幾乎啊 這個版都已經要改成便當版了 鄉民清清楚楚的說明 有某一家電視台 還去訪問這一個女生 把她當成獨家新聞 主委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會去了解 我大概知道委員說指的是哪一家電視台 我們會去了解這幾乎 重點 我是要告訴你說 NCC真的 不能夠說 剛剛葉宜委員說 啊這網路是 你們把它說是平面的延伸啊 事實上電子媒體也有人做啊 至少我知道就有一家把它做成獨家 其他我不知道有沒有做啦 我沒有辦法每天去看電視嘛 那為什麼我知道這一家有做 也不是我整天在看他電視 而是因為在PTT的八卦版上面 我就剛剛跟你講過嘛 如果你是鄉民的話你就應該要知道 八卦版都快就變成便當版了 都在討論這個電子媒體在報導這些事情裡面 我們為什麼好像一副無政府狀態 主委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不只是葉宜經委員剛剛所提到 當然你剛剛解釋說 平面媒體不屬NCC 所以平面所延伸出來的網路報也不屬NCC 這個當然還有爭議啦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是鄉民就應該會知道 大家已經討論的 在八卦版上面已經討論的 這個非常熱絡了 本委員的辦公室是整天就開著八卦版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說到底他們在講什麼在討論什麼 所以主委這個是NCC 一定要去做到的事情 你不可能放任這個東西不管嘛 不可能在立法院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有關今天要討論的這個題目 這個所謂的基地台設置 把中小學排除的問題 主委我還是想要一個 我還是對於這個還是有很大 我跟民眾一樣很大疑義 就到底這個基地台有沒有問題 對人體有沒有傷害 主委你覺得呢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說 你基本上個人 譬如說包括你對於手機的使用上面 你是採取很保守的 也就是說你盡量不用手機講電話 所以你認為手機是 對你來講 你個人的判斷裡面 你是認為對人體是不好的 長期使用是不好的 因為簡單的物理知識告訴 R平方分之V呢 距離是影響最大的 沒有錯 那個功率呢 影響還不如距離來的 沒有錯沒有錯 這是就是手機跟基地台比較 對 那所以手機的部分 我已經清楚的知道 所以聽你講完之後 我也決定要盡量使用那個耳機 看你這個主委都很怕了 我看我也應該要擔心一下才對 但是舊基地台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政府的座位裡面 譬如說今天這個版本NCC 對於修法基本上是同意的 也就是說對於剛剛楊麗環委員認為說 因為中小學學生 他長期固定在那個座位上面 是有影響的 那到底什麼叫有影響 譬如說他是因為長期固定 八個小時有影響 還是固定九個小時有影響 還是沒有影響 那因為我們要修這個法 就表示他有影響 不然的話我們其實不需要修 如果他非常的健康 我們不需要去修 對人體毫無傷害可言 以環境值來講 他都低於環境值 那其實我們不需要去特別的 在法令的修法上面 去告訴民眾說 欸好像政府有一點疑慮 否則的話不需要修法嘛 你到底不管在那個位置 坐八個小時 坐九個小時 坐十個小時 都不會有影響 那到底是坐多久有影響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所以我再給你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是基地台啊 目前偽裝情形 有各式各樣的違法 甚至假裝成那個 冷氣的那個設備啊 放在外面 你可能那邊看不到啦 大概就是說 我剛剛這個圖比較小 就各式各樣的偽裝 那如果基地台沒有問題 他為什麼要偽裝 就是如果基地台對人是沒有傷害的 那根本就不需要偽裝啊 偽裝就表示說 這個不想讓人家知道 所以我就要把他偽裝起來 如果他對人體沒有影響 他根本不需要偽裝嘛 那如果對人體有影響 我們把公務機關優先要設在公務機關 這也有問題啊 我們等於把國家的人才公務人員 把他們視為實驗品嘛 因為公務人員也是長期要坐在那個位置啊 他也是坐八個小時啊 跟中小學的學生一樣啊 他也是要一直坐在那個位置辦公啊 那到底所以今天我們的政府的宣傳一直告訴民眾說 這個基地台看起來比環境值這個標準都還低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但我們的立法的過程裡面 又不斷的要告訴民眾說 其實這是有問題的 否則不需要有優先 學生是未成年的 我要優先照顧 這個我沒有反對你的意思啦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修正法我等一下我也不會反對啦 我也會支持啦 因為我心中是有疑慮的嘛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NCC裡面在立法這個過程裡面很大的一個矛盾 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很大的矛盾嘛 沒有問題的 應該沒有特別限制 有問題的 不應該 有人 譬如說公務人員的改系 他就是應該要在長期在曝曬在那個環境底下 他也要坐八個小時啊 朱仁你懂我的意思嗎 在這裡面我一直要問你說 到底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也不需要偽裝嘛 老是把他偽裝成這個樣子幹什麼呢 越偽裝越誇張 那到底是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跟文言爸爸可以分幾個層次來看啊 那個機器台其實世界各國都有 在他的外觀上面有一些改進啊 這叫做減少視覺上的衝擊 不是指他的傷害 那叫美化 美化我沒有意見 就是視覺上的衝擊 沒有錯 美化我沒有意見 就是都市景觀嘛 這個我支持 但是我覺得常常偽裝不只是都市景觀的問題 因為偽裝起來 並不一定有些偽裝並不好看 只是告訴人家說 這不是機器台 譬如說你偽裝成冷氣的壓縮機 這哪有美觀 這一點都不美觀啊 可是他為什麼要偽裝 就表示他不想讓人家知道 他想要偷偷藏什麼東西 不想讓人家知道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如果他純粹在於美化的概念 本席支持 但是我的意思說 實務操作裡面 他並不一定美化 因為偽裝完之後 並不一定美化 偽裝成冷氣壓縮機 這哪有美化 所以主委 我還是要問你說 到底他有沒有問題 跟委員報告幾件事情呢 那一般在機器台上面 最常碰到的問題 是在於民眾有疑慮 疑慮本身不等於 實際上的健康的侵害 我相信委員可以分得很清楚 那很多機關在 遲疑在裝設這個機器台 在他們的設施上面 最主要考量的是 所謂的要蹲輕目鄰 顧慮到附近民眾的觀感 而不是在意 那機器台本身的 環境衝擊值或是健康影響 這絕大部分機關呢 在觀念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給我們的回函 大概是談到這個面向的問題 所以呢 有關於外觀的改善 融入景觀這一點呢 它有兩個面向 一方面是 剛才我跟委員分享的 就是世界各國都朝向 機器台的建設 不要太突兀 它融入景觀一部分 要改善它的外觀 避免有視覺衝擊 另外在很多文化區 像是歐洲以外 美洲以外區呢 有很多國家 都很擔心 基地台會不會帶來 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才重點 對 我覺得會不會 那我必須很誠實的跟各位 跟委員以及各位委員報告 就是說 確實在很多國家 在不了解機器台的實力運作情形 都會產生主觀上的疑慮 所以呢 確實在很多地區的融入景觀 有這一方面考量 我應該所問到的 應該這兩個部分都有 所以主委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NCC 絕對在客觀科學的檢驗裡面 證為這是沒有問題的 我認為NCC應該主動將這些法都修掉 就不應該有任何個別的差異啦 就是說你讓人家覺得 公務人員就是沒辦法 就是大家不要 所以我只好裝在我這裡 那所以我們的修改方式裡面 就像類似像美觀 美觀不應該修改成冷氣的壓縮機啦 冷氣壓縮一點都不美觀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者之間 我們必須要取得一個一致性 如果我們政府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去做 那如果今天你覺得有問題 你才需要在法上面去做一些特別的限制 哪些人必須優先裝 哪些人可以不必優先裝 我覺得這裡面就是矛盾的所在 我希望NCC在儘快的時間內 跟本席做一個答覆 到底這個東西在NCC的評估報告裡面 到底是怎麼樣 這第一個我要講 第二個 主委 現在設置的時候 你們會去測量嗎 你們會去做測量 看這樣的強度是不是會對人體有傷害 你們有個標準值 那我想請問 這個測量是多久一次 呃 確定可以報告委員呢 就是在裝置前一定會做測量 會做實地的測量 包含它距離相關的建築物的距離 它發射的功率 那這一定會實地測量 那之後的測量 可能要請業管處長跟您做比較強勁的說明 你們多久測量一次 這個報委員 其實蠻多民眾有疑慮的時候 他來申告我們 申告一定一次去測 免費量測 那如果他沒有申告的你測不測 如果說我們平常還會有一些評鑑 如果說有疑慮的話 我們都要主動去定 多久去評鑑一次 測一次 我們三區處都會主動有這個機制去量 不是主動嘛 你就是沒有去測嘛 你就是告訴我 我就是問你你多久去測一次嘛 呃我們可以把這個規則定下來 請他們照這個定期去檢測 多久 你認為多久是合理 三個月或者一個月 呃我們可以 呃 一季 每季去 三個月測一次 抽測 每季量測 我跟你講測不是 去測不是說通知他說 我這個月開始測了喔 而是你必須要 這隱藏性的 就是說不定期的 抽查式的 去測 這個才合理嘛 或者你們測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你們來了 然後把頻率關小一點 然後你們走的時候 我再開大一點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潛規則就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才會一直挑戰你們說 但有沒有問題 如果他開的頻率過大 是不是就會有問題 本來沒有問題的 但是因為你們沒有測 他就開很大 就有問題了 呃 跟我們報告 其實他的設備規格 就有一定的那個廠牆啊 他不太可能會一下強出 超過他的那個設置範圍 否則的話 自使就不會拿到架式許可 我知道啦 他當然深射的時候 不會一定是符合標準嘛 但是你們深射完之後 你們沒有去檢查 他可能就開大了嘛 頻率就開大了嘛 所以主委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你們至少對每一個基地台 你們每三個月都要檢測一次 但是是不定期的 不能公佈時間的 這可不可以做得到 跟我們報告 其實就民眾真正關心的 應該是他 他生活環境裡面的一個 呃 非優率輻射的情況 所以我們應該是不定地點去抽測 那業者才可以隨時 對他每個基地台 都可以提高注意力 我就不定期 但我的意思說 你們內部至少三個月 要去抽查一次嘛 就我們 你們不需要 不需要告訴我說 你們什麼時候要去測 更不能告訴業者 你們什麼時候要去測 但是你們的資料裡面 我跟你們調資料的時候 你們對於每一個基地台都有 一年就會有四次的 這個抽測的報告 這可不可以做得到 好 這應該沒問題吧 呃 就三個月至少不定地點的抽測 絕對不會讓業者先了解 當然啊 所以你們一定要 以後我跟你們調資料的時候 你們就要有這個資訊嘛 好不好 就是說 對於每一個 你們基地台設置的範圍 附近的區域 你們都要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三個月測一次的這個 這個數字嘛 好不好 好 最後一點啊 所以我還是覺得這個資訊啊 就是說我們如果沒有問題 資訊就不要怕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看那英國 你看英國通訊管理局啊 你上網都可以知道啊 你上網都可以知道說 時間到 你透過Google就可以知道 到底哪一點有基地台 那我們現在也做基地台 NCC也做基地台的查詢系統 但是我們查詢系統裡面都查不到啊 到底基地台在哪裡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做這種事情就是很怕人家知道 我們到底哪裡有基地台 那你很怕哪裡有基地台 是什麼 基地台一定有問題 不是你幹嘛怕我知道 好去確定一下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英國齁 是這樣搞的嘛 時間到 所有的內容可以查得到 地點 你只要直接Google 他可以告訴你 這裡這裡有一個基地台 這個建築物都可以 都可以拍得出來 他可以明示告訴你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坦蕩蕩的面對嘛 沒有問題就坦蕩蕩嘛 政府躲躲藏藏就會跟人家懷疑說 這已經有問題 好不好 這個要去改 網路這個要改善一下 好時間到 謝謝蔡英文